開湖、跨境支付和企業聯通 可否詳細講一下 會否重展經過甚麼階段 以及怎樣解決內地關注資金流氓的問題 其實大灣區的規劃綱領 涵蓋金融的領域是很多項目的 我們會盡快落實其中的項目 其中說辯民的三方面 一個是我們兩地的居民的電子錢包跨境使用 目前香港居民的電子錢包在內地使用 去年年中之後我們都取得進展 有幾個電子錢包都可以跨境使用 我們希望再盡量推廣多些的香港錢包 可以在內地使用 這是第一點 至於香港居民在內地開戶方面 我們希望可以進一步去商討 簡化程序的流程 令香港居民容易在內地開銀行戶口 另一方面 以前都說過 當你開了戶口 你有一些儲蓄 除了存款定期之外 有沒有一些理財產品可以去購買呢 這方面我們都會研究的 希望有一個跨境的理財產品的一個平台 方便兩地居民是跨境購買對方的金融產品 這我們正在研究中的 另外也有些企業方面 資金池 它在香港有很多資金的調撥 但內地它可能都有很多資金池 這個資金池可不可以互聯互通呢 這個就是我們都希望可以 是可以談到一些具體的方案去落實 方便企業在大灣區裡面 經營和運作方面的效率 是 請問你 我請問你關於財產品的財產品 你也有關於財產品的財產品 可以說更多嗎 可以說更多嗎 和香港人和人在財產品的財產品 在財產品的財產品 在財產品 財產品 財產品 我的第二質問是 關於財產品 我們看到財產品 財產品 最近最近,HKMA試着,是否在跌倒下的跌倒下, 是否有信仰是否在跌倒下的跌倒下的跌倒下? 我认为所谓的跌倒下的跌倒下的跌倒下, 我们在看着所谓的课价率率, The rating valuation index showed a drop of over 9% since August The CCO index has shown a similar drop from last year's peak But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We've seen some uneven pattern of the CCO index Which is slightly more up-to-date than the rating valuation So it is not clear to us at this stage Whether the property market in Hong Kong has entered into a down cycle This is crucial for us because the counter cyclical macro prudential measure that we have imposed There have been 8 rounds of it It's based on the premises it has to be counter cyclical Therefore during the upswing we will continue to tighten the underwriting standards But when the market enters into a down cycle We would appropriately relax those measures So we have to decide We have to assess and then decide whether Hong Kong has entered into the down cycle It is too early to do that at this stage And in Greater Bay Area I think we are working very hard with the industry and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n the mainland We have to implement both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in Beijing To implement three measures that will facilitate residents of both sides In terms of the banking and investment needs First of all we will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cross-border usage of e-wallets We are making good progress so far The second one is to simplify the process procedures for opening accounts for Hong Kong resid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third one is to develop a platform or channel through which resid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can purchase or invest in financial products offered in the other markets súper prosperous Yes le stuff Look That is Shim 二手都不錯,我們覺得樓價方面出現了些反覆 而樓市的氣氛和成交量又好像很轉緊 所以我們都要多些時間去觀察 究竟香港的樓房地產市場是否已經進入了下午週期 HONIA是一個以交易為本的利率指標 HONIA如果是隔夜交易量比較多 銀行報的利率可靠性很高 不過問題存在了當你是一個hyper 一個月以上或者三個月、六個月 成交量不太多 這個問題普遍在其他市場貨幣的利率標準都是存在的 我們現在正在跟業界諮詢、相互 HONIA本身如果是一個以交易為本的指標是可取的 那是否代表hyper是那個報價式的機制就是要取消呢 我們覺得要研究有沒有一個取代性呢 有好有可能我們是除了HONIA之外 hyper都是會並存的 這個是一個我們在研究的方向 暫時就是沒有一個結論 陳先生 我的印象中開幕 是不是早兩三年前的那個改革 其實它不單止純粹是一個銀行報價 而是參考當時實際上在省電左右的成交量 再計算出來的利率 其實這個東西是否可以 就是和HONIA都有些少許是有個實際的馬鈴市場 數據而不是算不算的報價 還有HONIA現在只有OFENLINE的那個期限 就是有可能你研究 就是市場人士說 可能你要延伸一個比較長 或者甚至一個延伸一個腺病群 所以這裏會不會有些錯誤的方案 比如說很可能都有機會延伸到其他的期限 其實問題本質無論你是用HONIA或者HIBOR 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年期期限長一點的 例如說3個月以上 6個月或者12個月 那個市場實際上的交易成交量是不夠多的 那你無論用哪種機制 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有一個叫做 是靠一些報價行 銀行是靠它自己從自己的交易 本身再是一個 加上一個判斷 那就提交一些利率的 我們是從一個十幾間銀行去做一個基礎的 那如果是不足夠市場的交易量 去支撐一個這樣的利率標準 那你其實那個選擇不是多的 也都是可能去回HONIA 那個是一個個別銀行 根據自己本身和客戶之間的業務關係 做一個評估 那我都說了 現在都還是維持上早 那我們和銀行和業界 會是繼續商討究竟 實際上會用些什麼方案 陳先生 今天補充問回大灣區那裏 你正在談及希望盡快落實 其實心目中會不會有個時間表 譬如今年內或者上半年 都有機會可以有這些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這樣的具體時間表 但是我們希望盡快 那個綱領已經出來了 我們希望在政策的修訂方面 和實際上運作規則的設計 各方面我們盡快做到一些功夫 希望可以早日落實 尤其是辯民那方面幾方面的工作 但你先問一下 陳先生 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Girtual Bank 所以說Girtual Bank的進度是怎樣的 其實有沒有信心可以給第一位 甚至可能是今個月就已經快到爬 第二是想問一下 其實剛剛提到那個同內地跨境 就是那個金融平台 金融產品的活動 其實早幾年都見到內地 就不是很想給香港人去賣的產品 其實會不會有這些數改變 所以令到可能中央當局 是更加願意給香港人去賣的產品 虛擬銀行本身的進度是良好的 我們其實是在大概20個左右的申請裏面 我們現在篩選了剩8間銀行的申請 我們作最後一個盡職審查 這個是一個很深入和互動的過程 很多資料我們是要申請人提供 但是進度不錯的 我們現在仍然的目標都是爭取在3月底之前 可以開始發虛擬銀行的牌照 至於大灣區那裏其實光影有提到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灣區 所以除了那些方便居民的往返之外 資金的往返都是要加強便利化的 當然剛才說了開戶投資都是一個 居民日常生活是會想有的服務 其實在理財方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比如說跨境代售金融產品是一個方法 或者用一個特定的渠道或者平台 可以在跨境開戶投資金融產品是另一種方案 但是我們的出發點就是 其實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 很多方案我們都本身是歡迎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內地相關當局在一個資本帳系有管理的情況之下 怎樣覺得可以在香港和大灣區那幾個市 作一個先導計劃先行先事 令到那個管理的體制仍然可以運作 這個是我們要在這方面 要多些跟內地方面去疏商 但我的目的都是希望雖然沒有具體時間表 都希望盡早可以做到這方面的工作 到香港設計劃上加上的管理 有很多問題 但有不同的工程和各地的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ersonal appearance and physical visits to those branches before one can open a basic bank account and secondly, or even an investment bank account. Thank you.